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儿 和大家看看欧美故事今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收市上升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高收超过300点 纳斯特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都创了收市的新高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民主共和两党就基建计划达成协议 导致收市报34,196点 升332点 升幅0.95% 标普500指数也创了即市新高 曾经见过4,271点 收报4,266点 升24点 升幅0.58% 纳斯高见过14,414点 创了即市新高 收报14,369点 升97点 升幅0.69% 美国基建计划达成协议后 带动建筑和采矿设备製造商 卡特比勒股价升2.6% 收市 至于科技股方面也做好 Tesla 高收3.5% Facebook 升约0.8% 另外 微软也升0.5% 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 看港股美国与托政券的表现 ADL普遍教本港收市上升 汇控之下给本港收市跌0.08% 腾讯升0.52% 阿里巴巴升0.8% 美团升0.87% 中人秀升0.67% 中石化跌0.27% 中石油升0.01% 法兰克福特指数收报15,589 升132 点 巴黎特指数收报66,631 升80 点 看看油价 受到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和德国经济活动加快所带动 国际油价在近三年高位收市 纽约旗油汇统部73.3 美元 升0.22 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汇统部75.56 美元 升0.37 美元 看看今价的表现 今价下跌 因为美国联储局官员对当局采用哪种方式 去撤回刺激措施的暗示互相矛盾 使市场保持审慎 市场等待星期五公布的上月通胀数据 纽约期间每盎市报1776.7 美元 跌6.7 美元 看看美元匯加 美元走势平稳 维持在2个月高位以下 市场继续关注美国联储局官员发现 美元指数日内变动不大 在纽约美市 于91.8 水平附近徘徊 低于上星期五足及2个月高位92.408 看看最新美元匯加 港元7.761 日元11.904 欧元1.193 英镑1.392 瑞士法郎0.918 加元1.232 欧元0.759 纽元0.707 看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远报1.5厘 30年期债远报2.11厘 现在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指最新报29,053 升175 各企指数最新报10,747 升67 大肆成交暂首111亿 这个环节上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